金山区的六三社区是农村再生社区 而今年在社区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以闲置空间与张乱点活化作为目标 从左手富裕原生百合开始 在种下金山农友自行栽培的杜鹃花 不只是要活化空间 还要发展地方特色 金山区六三社区是农村再生社区 为了要让农村再生的成员们 每年都有不同的目标与社区进步方针 今年在社区理事长的带领之下 着手种植富裕北海岸的原生物种 台湾原生百合 不仅如此还将将乱点清扫干净 整理过后种下杜鹃花 活化空间成为绿地 我最主要的重点是 闲置空间的美化 譬如说现在你也知道 我们是农村型 农村型的话 年轻人都外移去 剩下老人家 老人家有时候走林右寿 有些闲置的空间 我加强去美化这个七块 社区发展协会里市长表示 今年定下的目标是要将社区中的闲置空间 与脏乱点火化再利用 从六股市民活动中心前方的绿地 富裕原生百合开始 再到六三市民活动中心 种下金山农友自行栽种的杜鹃花 不只是活化空间 还要发展地方特色 因为我们这边大家都有看到 像这个七块 这个七块 原先都是杂草丛山 包括我们七年 七年搜集前那个空地 完全是把它变成小公园 给大家有一个舒适的感觉 可以见到不只是活动中心 就连社区里的脏乱点 以及路边原本不起眼的空地 土地公庙后方的广场 都种下了花卉 如此一来 不但活化了闲置空间 更让原本毫无特色的荒地 变成明亮有朝夕的绿地 美化了整个社区的道路 也提升社区民众的生活品质 记者 廖品函 金山 采访报道